這一行的辛酸 或者叫做等待的日子 都有一段很難過的 但是都過了 就是剛剛結束了電視台 那時候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但是自己都很希望有自己的作品 靠自己一雙手去完成它 所以我就去了學打碟 希望自己可以懂得作曲填詞 做到製作的部分 我的新歌就是一首抒情的EDM 我很記得那次有靈感 就是第一次去Clubbing打碟 很多時候大家都很想找一份愛 快來快去 有什麼可以幫他 把關係由短變長 我一路寫寫寫 就找到自己的答案 我覺得約定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個人很甘心 很願意去履行大家約定了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關係 就可以直到永遠了 拍MV的時候 遇到一些超預算的情況 我就去了一間車仔麵店 去做一個收銀 在賺幾千元 在賺五位數字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做到兩首歌 有一天就收了一個電話 就是我的第一位經理人 問我有沒有做歌 我介紹一個老闆給你認識 就來了我現在的這間公司 當時我的老闆都很感動 願意跟我一起走這條路 所以今天可以在大器電波 在電台 去聽到我的作品 Riding to the sky 我覺得是 真是一件很感動的事 廣東話有九個音 填在EDM裡面 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我填了半份詞 接著又傳給製作者 製作者又回到 出來後 大家都覺得 要聽就要好聽 有很多香港的音樂人 都有私下告訴我 真的有Alan Walker Side Chain的感覺 我覺得很感受 我希望日後做多一點 讓大家可以享受多一點 快歌有很多勉強的 其實我選擇電子音樂 除了我的長項是快歌 另外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省錢 因為真樂器真的很貴 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完全地一條龍生產 世界怎樣變都好 我都可以繼續做音樂 電子音樂 439 019 到待會兒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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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